韓國瑜加油加油加油 年輕小夫妻一起替韓國瑜加油打氣 27歲的王小姐一聽到韓國瑜要來嘉義 特地揪了老公一起到北極店 兩夫妻力挺韓國瑜到底 因為他們覺得韓國瑜真的有在做事情 就覺得他真的有在做事 比較看好他 韓國瑜他比較不會講人家壞話 就是民進黨他一直在 就是一直在講別人壞話 而且他手上戴的紅色手環跟韓國瑜是同款 希望能帶走厄運 同時也展現挺韓意志 就是因為看到他有戴這個 然後如果斷掉的話就厄運會走 對 就跟他的一樣戴 我看今天市長也有戴 對 因為他看到已經戴滿久 20號晚上韓國瑜現身嘉義夜市 人潮昭力急的水洩不通 現場還出現不少年輕臉孔 就連觀看韓國瑜直播的網友 也都發現這個現象 紛紛留言表示都是年輕人 另外這位25歲的阿傑 認為韓國瑜作風清明 也提出很多青年政策 他有提供一些青年的輔助政策 什麼的我是覺得都還滿好 只要對台灣的年輕人好都支持 而在另一處拜廟行程 也有一位30多歲的小姐 身穿國旗裝用行動力挺韓國瑜 我覺得韓市長他滿辛苦的 他自己一個人從高雄那樣子 這樣子拼到當市長 我覺得他真的很不簡單 他也表示很不捨韓國瑜遭遇 但習還要應付黑韓 整個人都瘦了一圈 我心疼他 我覺得他瘦超多 被黑到他擦防曬了 年輕人紛紛站出來 表達對韓國瑜的支持 尤其嘉義是聲率票倉 年輕人卻表態挺韓 韓國瑜這場造訪 似乎刮起了不一樣的韓流旋風 借順方中文報導